第一周 持琴与持功 那么在我们学小提琴以前呢 我建议我们先学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动作的练习器 这是呢 我和华一志老师呢 根据我们以前的郑老师的 用棍子练习的方法 我们把它改进了 设计成这样一个练习器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 在学习乐器之前 能够在演奏动作上 得到一定的训练 这样呢 我们拉琴就要容易的多 你看这个东西啊 它呢 有点像琴 但是又不是琴 对不对 那么呢 你把它拿起来 首先我们家琴呢 就是我们这里人有个锁骨 这里一个下巴 手骨和下巴呢 形成一个夹子 就把这个琴就夹住了 这是一头 那么我们放上去 你们现在都放上去 好吧 对 放上去啊 那么另外一头呢 是我们的手 怎么办呢 然后呢 我们下巴 感谢观看